双鱼做整体,当你觉得对生活被某些关系,甚至自身某些处境,所捆绑的喘不过气来的时候,请试着告诉自己,这是生活对你的考验,你必须去接受这个现实,不要拿出百分之百的自己与其对抗,你可以放弃控制,甚至可以继续为其付出,活在当下,选择牺牲并没有什么坏处。 当你能真正做好这一点的时候,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,爱情,如果你一直在期待一段新恋情,那么现在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可以让你与某个期待已久重要的人相遇。 你们之间将会激起一场哀的冒险,天高海阔,任爱吃惩,你可能会在此刻与他建立起一段,让人羡慕到和谐关系,新的恋情,满满的幸福感会将你掩盖,和谐的关系,让人无法抵挡的致命吸引力。 你最想要的是你在对方,眼中看到被尊重的感觉,这段时间也特别适合天正。 在此刻与某个重要的人,取下人生重要承诺,你可以选择定规或是趁着美好的假期举办属于你们的婚礼。 对于另一些双鱼来说,这段时间在情感上将会遇到挫折,导致你对生活彻底失去了动力。 在感情上你可能一味想打击一步登天,或是急着想要达到你的某些目的。 但是越是这样,只会让当下的关系变得更糟。 最近你的资金遇到了困难,没有钱的你,对什么也没有兴趣。 对于某段关系,对方已经不再继续信任你了,继续下去也只会逃避你。 现在是你拿出过去对待感情冷静的态度来处理问题,不管怎么样,只要你和对方心中的爱还没有破灭,这段关系还是会继续纠缠下去。 但此刻你还是好好自我反省,一下自己的行为吧。 工作,工作方面,这段时间双鱼特别容易因为自身情绪问题,在环境当中与人有争论,甚至发生一些没必要的纠纷。 过去那个好说话的双鱼,现在显得有些顽固,不尽人情,甚至自私自利。 在工作方面,你有太多的坚持和原则,但有时候这些原则大多是多余的,需要去放弃,不需要去遵守,遇到什么事情灵活处理,可能会让你看到更多的惊喜。 其他,你在因为什么事情沮丧吗? 双鱼,某个曾经对你来说如此重要的人,可能在这段时间做了某些让你对他大跌眼镜的事情。 从此你对他们美好的幻想破灭了,好好想想你对他们隐瞒了什么,不管你现在对他们有多么失望,你仍然无法第一时间做出什么决定。 你仍然会处在一种矛盾中,想要继续下去,又找不到目标,想要继续就不会有任何进展。 你是如此舍不当,现在的你总是依然过往那些曾经的美好过日子。 亲爱的双鱼,如果你还想继续,请试着去改变去解决问题,否则你们的关系只会越来越远。 水瓶做整体,当你有很多事情想要同时做的时候,最好把主次分出来,否则同时进行只会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捆绑,什么事情也做不了。 但愿,水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一直被某段关系或是当下的工作环境,甚至是家庭所捆绑,让你无法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。 搬手绑脚的感觉,可能会让你感到无奈。 这段时间,也要小心身边的每个人总是批评你,对你的一些人为处事不是很正同的样子,也会加以责备。 但是别放在心上,这些情况很快就会过去。 爱情,如果你和你的甜心一直存在意见上的悲奇的话,这段时间要小心沟通哦,否则一言半语冲突,可是会演变成分离的。 如果事情已经发生,那就好好把心争吵的真正人耶。 该站出来说清楚的,不介意逃避,现在你的甜心可能也正在等着你,为一切事情做解释。 请找出你这样做的真正人耶,从根本性出发解决问题。 不发水平,如果背着另一半或是自己的女朋友在外偷吃的,记得把嘴巴擦干净,否则将会引起一连串的冲突。 工作,十月旅行对你来说是主题,那一直是你所期待的不是吗? 忙碌了那么久,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。 旅行不仅可以为你,带来放松和位置,也可以让你趁此机会想想,某些你展开的计划应该如何执行。 虽然你在工作方面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,也对自己很有自信,但是也必因此而显得太过自负。 如果有十足的勇气,能够应对接下来,可能会面临着突发状况,那么现在就放手去做吧。 其他,如果你对当下某段重要的关系不满正在日益攒生,那么这段时间你会失去了耐心,决定利用这个机会。 让你高兴的时候,的确你的身边桃花,已经为你而绽放,只要你足够细心,你就会发现某个特别的新机会,正在向你走来。 你身边出现的新人,将会愿意和你走到一起,共享幸福未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